隨著武漢肺炎疫情的惡化 不斷有民眾在海外網站上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下面就一起來看他們的聲明 蕭紀偉說 我在無名狀態下 加入了中共邪黨的少先隊 現在武漢疫情如此嚴重的時候 中共政府還在隱瞞疫情 不為民眾做實事 不顧老百姓的性命 但我們明白了 這是個邪惡至極的政府 所以要退出曾經加入過的少先隊組織 長春市的陳立說 這次疫情爆發使我清醒 我聲明自願退出中共少先隊幾紅領金